后有学校介入调查 女儿的前男友催债事件就这样告一段落了 可冯女士夫妻对女儿的担心和顾虑 却并没有就此消解 因为在这件事情的处理过程中 她们在女儿的一些话语里明显觉察到 女儿其实也存在严重的债务问题 对此她们没敢忽略而是追问了一番 却不曾想这一问竟然问出了个天大的窟窿 要她列一个数 她就列了还欠五万多 是在那个钱的基础上还有五万多吗 还有五万多 然后她爸就从八月一号开始跟她还 每一笔都有记录一直还 越还越多 越还越多 觉得很奇怪了 因为怎么说呢 已经跟她说了 你七月份调解完在学校 你八月份不要再借了 当你们发现 不是越还越少 而是越还越多的时候 怎么办 她爸还是帮她还 不还不行啊 然后就到了 十二月份她爸已经没钱 在台高住了 已经没能力还了 算了吗 一共还了多少 五万多六万 答应我来调解 之前的一天帮她还了五万 就一个晚上五万 你说远不止她当初列给你们单子的那五万多块钱 对应该十几二十万了 我的手机还有信息的 好多笔啊 就是她每一个一有信息就给钱 我们的生活就在这个还钱 全部都是还款记录 对我们应该说 这两年吧 都是在 还款 还款 赚钱给她 还款 还款金额有几十的 几百的 也有上千的 一笔又一笔 还有过万的 还有过万的 还没结束 怎么活呀 我们这么好的家庭 快毁了 我刚才看到你手机里面的微信群是你们自己家人的那个群是吗 对 我看到名字叫做 换了一家亲 换了一家亲 对 但是我大致看了一眼 几乎全部都是截图 还欠多少钱 对对对 你还款多少钱 这就是你们这个一家亲的微信群里面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吗 对 滴血呀 真的 好像刀在割 因为为了他这个件事 他爸帮他还我们天天吵架 我说不还 我说要报警 他爸呢 就说给一个机会给女儿 爸爸对他总是抱着希望的 对对 我说 我șal